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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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ways 2 没理由 就要你做我女友 谁都没机会 就要占据你的心 不会拒绝我 So where are you? Come to my party 因为我知道 你才就是人群里的焦点 阳光太高不能怪我 也让大家看到你 see我 那认真不确是我的目的 我要爱你的人都羡慕 没错请你接受我的表白 要知道我从不会被拒绝 我相信你和我是天生的一对 I'll be your big girl for 在你听完这首歌 是你的独白 因为不用再爱我都知道 XD I know I know I know Good I know I know I know 我感受到你 I know I know 好 喂 你在哪儿 你不是下午四点就结束了吗 没什么我 我还在外面呢 我想你自己换换马上就回来了 快回来 我今天碰到一碰瓷儿的了 快点回来 我需要你安慰我 你怎么了 是不是又什么 年轻马路上扶着老爷爷老太太了 熟人杀熟我告诉你 谁操我肯定了 算了你回来我就说 你快回来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拜拜 我 回来啦 这怎么了 感觉你今天还不如我呢 就平时进门之前 就听见你哒哒哒哒 就是一点事都没了 我今儿心情不好 都怎么想说话 我今天才是气炸啦 要不然我云一点给你 那我们是不是就平均了 你怎么了 你钱丢了呀 你先说 又被骗我妈了 我以为多大事呢 这又不是第一次了咱们俩 是大不了一会儿给你点点好吃的 然后再睡一觉 就浓满血复活了嘛 那都不用 我决定了 我打算也放弃了 明天就找新工作 你说这梦想怎么这么难 还是得面对现实 反正老天使注定我不是当明星的料了 不甘心也不行 不放弃也不行 就是你这些心路历程 我也都经历过 可是 不是 那杨真真我就觉得 怎么就这么不公平呢 我们俩也不差 也长得挺好看的 唱得也挺好听的 怎么别人能护 我们就不能护呢 那老天为什么不砸个鞋饼在我头上呀 我觉得有的事情你既然已经决定了 那就不要再去想那么多了 对不对 那 有的工作是你要接触以后才会觉得还蛮好玩的 比如说我现在 我跟你又不一样 我除了唱歌以外对其他的都不感兴趣啊 人啊不能这么悲观 看看我 虽然现在是个小助理 可有意外收获呢 这是什么呀 限量版的手工定制成衣 这么个序的吧 怎么在你这儿 还挺好看的 这怎么了 你弄坏的 我就说呢 你怎么说心情好 他让你赔啊 一个月一天要赔 一年五个月 一万七 天哪 杨真真是够我们几个月的房屋了 我们俩今天怎么都这么倒霉啊 那你现在不是马上也要找工作了吗 只要有你陪着我 觉得什么问题我都能扛过去 那这个成衣要一万七 你笑无一共啊 杨真真啊 这可是限量版都被你烫坏了 你现在还能笑得出来呢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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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觉得这衣服特别适合我 符合我现在的气质 不错 杨文贞 废物理有 佩服 这可是我俩的现状 让个深深受伤的心里 你呀 苦中作愣 你算第一名 不过幸亏有你 这个傻姑娘在我身边陪着我 我心情也好多了 行 想不跟你说了 还用睡觉去 真的不要穿我自己的衣服吗 当然不要了 这么贵我可穿不起 我跟你说要穿这么贵的衣服 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变得高大上了 我今天晚上要做一个荣华富贵的梦 那你梦里别忘了戴上我 想得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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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明天 我们 有多久不相见 到彼此会怀念 经过多少年 和爱情怎么这样的 逗逗转转却让 相爱的人结局那么遗憾 遗憾 我恨啊 总会遗忘在某一个夜晚 深刻的 只想你的舞台 只想你 真的不用太看重比赛的结果 它并不能反映你的真实实力 我觉得你今天唱得特别精彩 好了 虽然第五名 好歹也是个名次 今天现场的反应我们都看见了 你一张嘴 全场都是掌声 说明大家都认可你 相信自己是最好的 谢谢您 陈老师 我会继续努力的 我一直看好你 别让我失望 加油 加油 怎么样 晨晨 不好意思啊 让你失望了 没能拿个好成绩 没能拿个好成绩 但我的确觉得挺不公平的 你明明唱得最好 你就应该拿冠军 凭什么不给你 有你支持 拿最后一名我也开心 对了 那个 明明会让我赶紧过去一趟 说有紧急的事情 找我 我去了 快去吧 晚安 聊天 快去吧 走 走 走 来 你给我 这个应该是在墨西哥买的礼物吧 原来是给余子锐的 什么东西 怪你什么事 你快给我 你快点 你还我 你还我 谁让你先碰我头的 后该 为何是你 都是你 闭上眼睛都是你 像只龙中鸟儿对风着迷 为何是你 还是你 歇斯底里想着你 还没开始 一如失去 那我喜欢你 身不由己 每一秒钟的剧情里 全都是你 我的天空 突然 下起了小雨 那是因为你 也 渐渐的哭泣 我用尽所有的力气 想要保护你 多疑惊我也愿意 心甘情愿的为你 我的天空突然 下起了小雨 那是因为你 也 渐渐的哭泣 我用尽所有的力气 想要保护你 多疑惊我也愿意 心甘情愿的为你 莉姐包场捅你 你这么不给莉姐面啊 你以为你谁啊 我看你转上天了 你不是没拿到冠军吗 就把自己当精品男人了 我看你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姐 劝你一句啊 人生无常 青春无流 你呀 能靠脸吃饭就别靠什么实力 我看你呀 强使你都抢不到一口热乎的你 够了 哪儿来那么多废话 我去看看啊 瑞德 瑞德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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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 这跟谁啊这是 怎么了 瑞德 不是欺负你了吗 谁 是吧 恰恰 抱歉啊 有哥们在这儿 谁敢欺负你 谁 告诉我 谁说话呀 谁 没事 不是 瑞德 你的眼神不对啊 不是 瑞德 你的眼神不对啊 怎么了 怎么了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历劫 没太错吧就是历劫吧 那我说吧 既然这个狼女这么伤感啊 那咱就成全呢 你就把它当一块垫脚石 咱就晚上走一走呗 没有什么见不得人 你靠干什么呀 你你你你你你厉害 你牛 你有本事 但你缺东西啊 机会 咱今天历劫的迈迈和资源 咔咔咔咔往上一走 那天天你有实力 咱光能把他一脚踹开 你跟他一叫毛巾呢 对不对 说白了你也不知会 咱就当娃娃了 是不是 你自己跟他干嘛 你胡说八道够了没有 干什么呀 我说到什么了 都是治理吗 对不起 阿云的 我没控制出情绪 没事 对不起 到底怎么回事 你跟我说说 林泽 我今天跟你说一句话 我要成功也是 靠自己的实力成功 我知道我现在没有钱 没有地位很多人想不起我 但是我不在乎 我自己要瞧得起自己 我一路走来清清白白 等我真的有成绩的那一天 我回看过往 我不会觉得恶心 我有我的医院梦想 我也是要在 医院上留下我自己足迹的 是吗 我不想变为一个恶心的人 我也不想弯弄我自己的感情 所以兄弟 我才理解这种任务 跟他不会沾有半点关系 你懂吗 我懂 女子卫生大致下的 哥们就服务了 行了 你哭什么呢 干什么 给你弄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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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常老师 子睿 过两天公司要给郑伯旭 做个新歌发付会 到时呢会来很多媒体跟投资方 是个非常重要的场合 到时所有营多上台表演 我希望你也上去 你准备好了吗 我一定去 好 到时的主角是郑伯旭 你要配合其他的很多宣传 没问题吧 没有问题 我会好好准备的 好 就这样 这次活动非常重要 这个余子睿是个新人 不会搞砸吧 他找我这段时间 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权力的新人 音色音高 包括音乐感觉都不错 而且我还在培养他音乐制作方便能力 希望他可以更全面点 行吧 那找个时间我听听 让天昊也听听 真听 新单曲发布会的演出现场布置怎么样了 刘总一直在盯着呢 还没有完工 一定让他们知道 这个发布会只是个前奏 主要呢 让这些投资方了解我们公司的软实力 争取更多的投资 陈总好 明白 陈总 这是投资商名单 我们一共邀请了十七家潜在的 投资公司和基金 全部答应出席 来生通灵跟万盛呢 都答应出席 给面 是 去忙吧 好 刘总 没去盯现场啊你 现场我交给成办公司了 应该没什么大事 完全我得盯着这个媒体呀 这回我们只邀请和自己公司 关心好的媒体 而且安保工作非常严格 媒体记者打点这个方面 大气得记得 我的老本行你还不放心 因为呀 这回邀请的全国队地的粉丝团 都是精心挑选过的 全是公司业的死忠准 现场给我搞炫一点 一定要用最先进的科技 全新影像别忘了啊 对不起 好 忙吧 好 待会儿我自己收拾就行了 你还这么就三落四的 这些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文件 谢谢 谢谢 这次发布会你一定要来 我是你的道具吗 每当你需要我跟你一起出席的时候 你才会想起我 这公司是我们俩一起创办的 我希望它发展得很好 人会死但作品会留下 我希望一百年以后 所有的人都记得我们 还有星空娱乐 一百年以后的是一百年以后再说吧 我想我以后要多回公司 参与一些事情 一方面呢 可以帮你分担一些事物 另一方面 可以开始新人的培养计划 好啊 曼晴 搬回来住吧 我不想说这些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郑波旭发布会的事情 我想一个新人上台 希望你不要拒绝 这个活动 除了让郑博 发布新单曲以外 我们还得对投资商 证明我们公司的实力 你让一个年轻的新人上台 这也太冒险了吧 你可以跟嘉宾说明 这是我们公司 潜在的人才储备展示 在发布会的最后环节 留一个单元给新人 行 你看着办 都随你 念参了 词 抽签 词 抽签 词 踏 抽签 我刚才而烦 第一次被绕完心扉 这也难免不能睡 为什么你让我如此 无法控制这一切 Line one up and clutch my arm babe Moving on from you and me Taking一天一天 一点一天 越来越深 已经慢慢沦想 I don't want to want you baby I don't want to need you I don't want to want you baby But I need you 朱雨昕 你挡我多样子进步啊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挡着我 观众都看不见我了呀 你体积那么大谁挡得住你啊 我告诉你 你是不是当配角当久了呀 一个死跑龙套的 就算站在镜头前 观众也不会看你的 又又又 阿曼达 我想你现在怎么唱歌 越来越难听了 原来一门心思练毒蛇去了 嘴那么多 心里一定很苦吧 再说一遍 你干吗 算了吧 你信不信我冲你 你来啊 够了 我让你们来这排练的 不是让你们来这吵架的 你们要知道 这场演出的主角是郑博旭 你们最好给我安分点 怎么就不明白呢 公司好了 你们是不是也跟着受益啊 自己在这启内吼 继续白脸 bishop 姐姐 你疯了 Stacy姐 我别讨论了 来这儿 让我给你买吃的 你那个清朗的小助理呢 我让他提前去现场看看 我晚点过去 去现场看 那不是经纪人干的活吗 你怎么安排的 经纪人干的活交给助理做 助理干的活让你解当一工啊 你快别提 我那个经纪人啊 除了这个红盘酒杯喝下午茶之外 什么都不干 我需要他的时候 从来不在我的身边 而且上次演唱会 背景板放错了 他都没看出来 所以这次我让杨生人 亲自去听 谢谢 这个助理很深得你心啊 还 还行吗 拿 给你的 单曲首发的礼物 什么呢 这是什么啊 这是我参加蓝神通灵 欧洲总部比赛的获奖作品 我的设计灵感是 你的音乐 太好看了吧 美吧 发布会的时候带着它吧 当着媒体不要乱说话 你是招黑题 对不起 姐啊 嗯 很多人都觉得我能红 是因为我爸花钱把我捧起来了 你也知道他根本不支持我唱歌 怎么会花钱捧我 可是他对于外界一直表示着 对你的声音很支持 当然会被别人误解 他那都是为了面子 而且家里的私事我从来不得以外说 我必须要证明我自己能行 我爱音乐 我对音乐还有很多的相反 我不能总是扣着一顶富二代的帽子 当一个绣花枕头中看不重要 而且我是有实力的男人 我们家从曾爷爷到爷爷到咱们爸爸 哪一个不是干出一番事业 所以我爸老让我传承传承 做你们那个行 干那破珠宝 我一点都不感兴趣 你帮我劝劝他行不行 阻挡一下我爸爸的活力 我怎么劝他呀 他让我来劝你 你们两个是把我当成加薪饼干了 你是我亲戚 你不站在我这边咱俩关系那么好 那我还是他亲女儿呢 你别跟我说话了 别这样跟你说话 一二四百 喂 现场那边布置得怎么样了 大型的道具设备都没有到 好像是承办公司和消防部门谈崩了 然后批文不给 什么 现在到了一批另外的道具设备 你回头来试一下呗 我看争取跟他们沟通一下 能不能在后天拿到批文 还有好像音响也有点问题 怎么了 试试 怎么了 续续 怎么唱了 好 舞台准备多久了 挺久了 挺久了 准备从现在就样了 舞台 舞台不行 灯光 灯光没有 连最基本的音箱也不行 你跟我说你准备了很久 徐徐 这里边有很多具体的情况 你不大理解 我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情况 我每天没日没夜的 都在练习这种单曲 就是为了明天的新单曲 发布会 你给我这么一个烂舞台 徐徐 你别激动啊 听我给你解释 解释什么 我不可能站在这么一个 烂舞台上 给我的粉丝唱歌了 是 这个陈伴帆确实是有问题 我想想办法 我们换一个场地好不好 时间这么短还换场地呀 我不管你们有什么样的方法 解释这个问题 如果不行就不办了 因为我连我自己这关都过不了 我怎么对得起我粉丝 你帮我送 赶紧回公司赶紧开会吧 散了散了散了 发布会在现场布置 出这么大的纰漏 我真的是 想都没想到 这回是我的问题 我是真没想到 这次这个陈伴帆 这么不靠 你放心啊 这个责任我一定会追究 但不是现在 因为离活动 已经只剩下 不到四十八小时的时间了 我想再提醒各位 这个活动不仅仅是 博序的新单区发布会 我们公司还邀请了很多 重量级的投资人来参加 就是希望能促成他们 跟我们公司的合作 来帮助上市 我知道VIP的邀请函 已经发出去了 该邀请的媒体也已经邀请了 我就想请问在座的各位 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办 你们 喂 爸 我在开会呢 你姐姐打电话都跟我说了 不就是为了新单曲 发布会场地的事情吗 那这事怎么连你也知道的 能不知道吗 说你在彩排的现场 又是砸镜子 又是摔话筒 太失态了吧 小子 你不是偶像吗 偶像就是要注意形象 是吧 我现在心情真的很不好吧 能不能别再说我 现在全公司上下的人 都在加班 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多大事啊 愣着鸡飞狗跳的 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就说明 我有能力来解决 你去问问陈天昊 说不定他愿意接受我们提供场地 好吧 好 我知道了 来 打完了 打完了 喝杯水 喝杯水 热热嗓子 你到底还是心疼小旭吧 平时看着你们两个一见面就呛 现在孩子真的出事了 你看你 是不是比谁都着急 当然了 我是他爸 这个世界上没人比我更心疼他 是 只是孩子现在不知道该 小旭是个懂事的孩子 只是现在还年轻 以后会好的 你放心吧 说得对 我刚才也去看了一眼现场 完全达不到我们的预期效应 实在不行 就只能取消后天的发布会 延期举行 取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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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不知道取消会造成多大的损失啊 还是小的 还是做好屁话的打算 该发现稿了 发现稿了 真是我的错了 错了 咋办 你们两个聊什么呢 没有 还是那个 商量这个怎么办 所以他们俩没想出办法 其他人呢 你们这么安静 是不是表示我得取消这个发布会啊 用不着取消 有办法啊 我爸爸集团呢 有一个出稿作品展示厅 带一个小旭的题材 灯光布置都是最完美 国内最顶尖 唯独一个问题就是音箱 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如果我们肯花着一天的时间 去整理的话 一切都还来得及 真真真 郑主席他统一吗 这就是我爸的意见 太好了 刘总 马上带启宣部的人去来生通灵那个展示厅 拍些照片 然后马上传回来给我们 然后通知贵宾跟媒体 跟他们说 不好意思 跟他们道个歉 告诉他们说我们改地点了 马上来 马上来 收到这些照片以后呢 唐总 带着我们演出部的人 跟他们讨论开会 看看怎么样来挑战一下 我们艺人的演出 经济部 郁总 你带经济部的同事 跟艺人沟通一下 明天下午之前一定要走台 好 我们现在 马上要换承办公司 现场一定要我们自己的人盯着 星空娱乐的每一个员工 今天必须得加奔熬夜 把所有细节给我理清楚了 不能有任何问题才能回家 有任何问题吗 没有 那就去呀 快 刘总 你什么情况 挺聪明一人 怎么能发生这种事呢 什么什么情况 那家承办公司 那是阿曼达介绍的 我能不给他们家吗 是 是 咱们公司的人际关系比较复杂 我也知道你不好问 但你至少得了解一下 这个公司到底什么情况 能不能办这事 你说你这不是给自己挖坑的吗 谁说不是呢 可我哪知道 这么点小声的白板公司 什么都不会 这事我还没法跟陈总说 我的属于咬巴吃黄给你 你非得吃了亏才能长记性 我不是提醒过你吗 任何事情要自己过一遍 不能相信任何人 我知道 就你最贴心的 什么时候落海豆瓶 赶紧干活去吧 我跟你说 今天你一宿别睡了 加把劲 能把这事给着保回来吧 这不是要劳一结合吗 回头我还得请你吃饭 算得倒挺精啊 合着我帮你干活 还得陪你吃饭 小豆瓶 好精啊 你四伙不上套 特别感谢郑主席 让我们接用贵公司的展示厅 以后一定要好好谢谢您 谢谢谢谢 今天晚上的主节是小旭嘛 没办法 所以我只能出手来帮助你们 这是我的女儿 你好 方依然 幸会 幸会 郑主席你太有福气了吧 一双儿女都这么出众 陈总 谬赞了 小旭还不是要靠你提鞋吗 陈总 我弟弟在相公娱乐 发展得这么好 现在都没有心思 回家打理生意了 你可是抢走了 我爸爸最心爱的儿子 殊途同归嘛 我相信我们共同的目标 都是博旭越来越好 而且我相信郑主席 你对娱乐产业的发展 一定很感兴趣 大盘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十 三年翻一翻 势头很猛吧 还不错 但是如果让我出手娱乐业的话 我不会满足于小打小闹 陈总 你要做好饲养准备 我就是欣赏您的霸气 有您的加入我是如虎天意啊 来来来 先坐吧 请 走 徐哥 这发布会怎么跑到你们家地盘了 是不是来神通灵跟星空娱乐 要联手进军娱乐圈啊 想得多 徐哥 你最近皮肤有点粗了 该敷面膜了 你看都忙成这样 我哪有时间啊 人红事多嘛 今天啊 是你的新歌发布会 星空娱乐给你摆了这么大的阵势 你不红的发子才怪呢 恭喜啊 对了 徐哥 你帮我的侄女签个名呗 就上次我说的那个 天天听你的歌曲 单气群怀的那个 我记得我上次好像给她签过来 别提了 我都没脸跟你说这事 怎么了 我说了你不许生气啊 就是这小丫头骗子 拿了你的签名照 到班上去嘚瑟 在小学三年级 没想到他们好多你的粉丝 结果啊 被一个小胖丫头当场啊 拍卖出去了 小孩无所谓不用跟他们记住 我可以再给你签一个 但是 下次告诉他们 不准再这么做了 不好 好的 旭 我看见你爸了 你爸可太年轻了 那跟你看着可不像父子啊 像兄弟 我还看见你姐了 你姐看着可真漂亮 那肯定的了 我姐不比你强一百倍 杨珍珍呢 我怎么半天没看见她 跑哪儿去了 对哦 今天怎么没看到珍珍啊 我怎么知道她又跑哪儿去了 流行这个样子的设计 是吗 就是到处闪着光的人 耍耍耍耍 去打个照顾 郑董事长 郑小姐 欢迎二位 我是杜婉晴 陈天昊的老婆 也是星空娱乐的副总 是是是 我说呢 怎么那么面熟 你好 我是郑伯旭的姐姐 房颜 您好 方小姐 怎么 我女儿她跟她母亲姓 不好意思 依然 你在国外待了很长时间了 杜总啊 她曾经也是中国 歌坛很有名的人物 我听过好多她的歌 郑董事长过奖了 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现在这个舞台 要留给像薄序这样的年轻人 不知道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个荣幸 听杜总为我们献上一首歌 我也希望听得好 今天是薄序的单曲发布会 我就不跟着凑热闹了 二位请坐 好 好 您忙 迈克 我听说这个莱申通灵的这个珠宝 是她爸爸的 有紫师 对啊 所以没有紫成副业 我觉得也是让人 很感动的一件事情 毕竟她真的是很热爱音乐 天昊 不好意思啊 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呢 就是万胜集团的投资业务部总监 迈克尔 冯博士 刚从英国回来 这位就是我向你多次推荐的 我们星空娱乐的总裁 陈天昊先生 冯博士 很高兴认识你啊 陈总 你叫我迈克尔就好了 好 是这样 咱们星空娱乐的详细情况呢 我已经跟迈克尔介绍过了 所以今天 我们就是一个观众 来欣赏薄序的表演 我相信你们一定不会失望的 杜总 这不是上次照片那女的吗 我觉得她这个 郑博士是新生代星星 所谓娱乐业二点零升级版 就是指他们新生代 演艺明星的品牌价值 与金融资本的结合 这也是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 迈克尔做了功课 这个五年的财政年度之内呢 这个行业内的大盘 一定会翻两番 指日可待 没错 挺好 这位就是玛丽娜小姐吧 杜总 你好 我是丽娜 你好 幸会 这个是我妈妈的偶像 我小的时候 家里有特别多您的磁带 然后我成长那个环境的 背景音乐全都是您的歌 对对对 我家也是 我家也是 对不对 对对对 我妈今年都快六十了 我经常跟她说 你听点现在人应该听歌 不行 一定要是杜总的声音 看来还是我的粉丝们 懂得音乐见赏啊 不像现在的小年轻 只喜欢一味地跟风 连什么是好音乐都不知道了 天昊 我觉得杜总很幽默嘛 根本就不像他跟我形容的什么 过气了呀 无聊啊 还是风韵有点儿存的 天昊就喜欢对外人这么说 他是怕我有再次复出的念头 其实是他 再也写不出当年那样 送我的情歌了 是是是 马小姐 我见过你的照片 本人比照片漂亮多了 是吗 都这么说 对我说谎 没很隐藏 都不重要 如果你回来 今后的我 如何面对 没有你的世界 很冷 很远 我只想你的双手 一直让我抓着 我们的温暖是多么美好 我现在很难熬 知道吗 知道吗 想念从前你的意乱 可现在能做的只能为你祈祷着 我只想要你尽情的拥抱 为什么碰不到 就会面对不了